欢迎来到我今年回国过年 哈喽 大家好呀 我现在已经到深圳啦 今年过春节 我是临时决定回国过的 我已经将近有十年的时间 没有回去过过春节了 刚好就有空 公司也可以请假 那我就趁这个时机 回国过个年吧 有冰冰冷冰的 那这种阴冷阴冷的感觉下呢 才十度左右 其实离上一次回国 就差不多一年吧 就我觉得没有疫情以后 回国还是非常容易的一件事情 就整个过程其实没有 像之前那么漫长 还要隔离什么的 就直接买张机票 整个路程也不是特别的累 然后晚上就在飞机上睡了一觉 到了香港机场 就是早上大概六点多左右 所以还是精神满满的 到达香港机场 天生的吃机率不快 下飞机出关 拿行李 直接一个小时都不到 搞得我现在有点尴尬 就是我爸本来说要来接我 但现在才是七点零七分 他们还没有起床 我在群里一起滴滴他们 我说我到了 我拿来行李了 我过了关了 然后没人理我 不过没人来接我也没关系了 我回去也是很方便的 我觉得这次回来的话 比上一次明显感觉人少很多 可能是因为我到达的时候是 大年三十的早上吧 感觉深圳的整条路都好空啊 没有几辆车 还是很有过年气氛的 城市形象上来说 就浓浓的感觉到一种棉味 然后本来是我爸要来接我了 结果他太不靠谱了 睡过了 我要自己打车回家 我来扶 来来我来我来多少钱 来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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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我感觉这个箱子 就是感觉他下一秒就要坏掉了 怎么办 这个箱子质量太差了 哇怎么这么冷啊深圳 我穿了里面还有一件保暖内衣 耶到家了 妈妈 哎我们又见面了 我们又见面了 半年就见了又见了 你不还是这个小生辈 行李我几乎是我一出来 一过完关 然后那个行李就是跟着我一起出来的 Maiso是一罐燕窝标配 我现在在我房间里准备化妆收拾一下 我刚到家呀 然后今天中午打算去吃个饭 那我妈给我打扮了一下 给我穿了 搞了一条四肢 然后穿一条白色的裤腿裤 哇哦 怎么样你累吗 你读一把 不累耶 我发现打完球就不累 我觉得我上次 回来我更累 不知道为什么 回国变成精致猪猪女孩 回到的第一天就刚好是大年三是已经被安排的满满的 中午的时候就是要跟家里人一起吃个饭 我感觉每次过年的时候都是各种见家里的亲戚啊之类的 就是我是那种常年属于在国外的嘛 所以很少回来 因为平时像姐姐她们都要工作什么的 就像过年这种时候才能一家人一起团聚一下 等会啊 给你们照 哎你这个手机不错 照得很好看 3 2 1 3 2 1 跳 跳 每次团聚我都发现我同辈的小孩都长好大呀 就是比去年看起来长大很多 可能小孩的成长就是属于一年不见都会长很多吧 他们见到我刚开始是有点陌生的 因为平时没有在一起spend time嘛 但玩着玩着就渐渐熟了 跟我任何表演啊 拉着我左跑右跑的 哎呀 自己摆 自己摆啊 跟小孩子呆呆齐就感觉无时无刻都有新鲜的事发生 而且感觉自己就变年轻了 虽然我也还是很年轻的了 当自己没有小孩的时候 永远都像一个小孩一样长不大 回来的第一顿 大年三十 花椒鸡 牛肚 盆菜哦 盆菜 对盆菜 都没有时时看穿完了 这谁呀刘涛呀 李庆啊 他演过很多电视剧吧 哇哦 大家新年快乐呀 今天是大年初一 然后我们现在都还要干一件事情就是在打红包 可惜我已经不能收红包了 我是属于那种要打红包出去的人 我也是个宝宝 为什么我不是有 我觉得每个小孩子都很喜欢过年收红包吧 以前我也是这样子的 哎 这一次回来就发现其实自己没有红包可以收了 多多少少还是会有点失落吧 觉得啊没红包收了 不过没事 我还是保持着一颗童真的心的 今天晚上又是吃饺子 老公怎么没回来呢 哪里请得了家呀现在 你这为什么包的这么漂亮啊 叉儿姑姑长得多美 哎没办法 人美手也巧 小朋友学我在拍 你来再说一遍 你刚说了什么 快平成的大餐 笑死了 他刚刚看着我在录 然后他也学着我拿着相机在录 哈喽哈喽 大家 我回来已经有大概一周时间了 这几天导时差晕的状态 然后还有各种亲戚 拜年啊 每一天都在外面游走奔波 15年出国吧 然后真的到现在 24年差不多就将近10年的时间 没有回来过过春节了 春节什么样的状态 我已经不太记得清了 这次回来又重拾这种记忆 感觉好好呀 跟家里人啊 很热闹的待在一起 这种感觉 我就是特别喜欢 哎呀 我跟你说这几天我们吃饭 已经吃了好几顿了 从早到晚都没有饿的时候 然后我前两天去了一趟 那个深圳新开那家Costco 我们到的时候觉得 哇人怎么这么多 我爸当时在我前面推车嘛 那属于就直接撞到别人的车那里了 人多到爆炸 不过我觉得 东西还是有一些比较新鲜的跟美国来比 它还是有一点点不太一样的东西 是这边special的 那包括它的肉啊质量啊 都挺不错的吧 还是no standard的 我今天要去见一个 是我非常非常好的朋友 说别搞笑 他要我带什么给他 Trader Joe size 他是这个环保带来的 就摸到手上的手感很好 等会见 我发现每次和我读书时认识的朋友 待在一起的状态就是那种 肆无忌惮 但毫不顾忌自己形象的 虽然我们很久没有见面 因为工作原因啊 家庭原因 但是我们见面的时候 还是会什么都聊 谈天谈地的 完全没有那种生疏感 完全不用经过大脑思考 在讲一些东西的时候 想表达什么情绪 就直接跟对方表达出来 自从工作以后 你会更加的在意别人的想法 所以在表达时候 其实会有更多的顾虑 但很多时候 那可能都不是最真实的自己 所以我真的觉得像这种 从上学的时候能玩到现在的 这种友谊真的是很难得 我真的感觉这个落上去 好像那个王牧娘一样 我有没有 如果我拍的好给你流量了 你以后要给我拍 以后这个就是我的伟大的作品 我跟你说 刚做完头发出来 现在是girl time时间 来带路吧 我们现在去哪里吃 那我们两个女人现在在这里 根本就找不到东西吃 别人店都是9点关门 没办法 就没有办法在外洋城吃饭 我们打算去吃旁边的一家 串串店 选场突然换了个逼格 不过我现在没人了 关门了吗 现在终于找到了一家吃饭的地方了 太不容易 现在几点 时间要稍微再吃宵夜了 晚饭时间已经过了 i god 我们的东西终于来了 要饿死 劝劝 心粉 11点 我11了 这简直是在吃宵夜 真的是宵夜 看我们吃了多少 比我们马路边边吃的多 我妈上一碗 我手大 哦你可以孤住 我们家的 撤离子 根本吃不完 又怕坏 不想浪费 所以我打算现在把它取木 让我妈做这个撤离子酱 要熬很久 我妈说上次她站在这 都腿酸了 要放这糖 好行了 我都不敢泡好多糖 这个颜色真的很好看 满满的花心醋 但没有那个面包啊 这是我的早餐 撤离子酱 加一块这种糕点 配上一杯茶 是这个有点奇怪呢 你当年那个面包蛋糕了没有 嗯 Good very good 它这个果肉 很大一颗 嗯 嗯 它真的只有自己在压作 嗯 而且我是减肠的嘛 没有那么甜 对没有那么甜 自己在压作没那么甜 然后果肉也可以大一颗 你就能放太久 对 没有防腐剂 对对对对 有一年装了就是 放下它就长霉了 嗯对啊 好可惜 不错不错 看我颜色怎么样 这几天我的头发 我都没有怎么洗 因为我怕掉色 但是那个理发师说 你洗不洗它都会掉色 好吧 我等会就把它扎起来 今天是这边的元宵节 祝大家元宵节快乐 我现在要去商场里面取下我新配的一个眼镜 之前那副眼镜我显然它太重了 就是架在鼻子上久了工作一天就很累嘛 然后我就在国内看 哇真的他们有很多很轻的眼镜 然后包括他们的镜片也是可以做到很薄 我觉得在美国当时配真的是又贵又重 今天刚好又是我妈生日 所以我们打算在家里开一个小小的party 我今天一定要洗头了 哇塞 跟你们说真的 我小时候的回忆就在这一片长大的 因为老师跳完舞就过来上钢琴课 不过现在的小孩也是很卷 要学着学那 突然觉得不用上课了 还是很幸福的 还可以哦 你挑着吗 你只要是要行就行 对 这是我这一部嘛 对 所以才卖完了没有了快 没啦 因为你还不能搞得太大了你知道吗 太大的话你本身很高 对 应该很重的对 现在回来再仔细看一下我这个眼镜 比之前真的那个要舒服好多又很轻 镜片透光率也很好 看一下今晚的大菜 有什么好吃的大菜 想吃什么就在仰台上割一点 色好好看哦 好棒的妈咪 哎呀 手机先吃 手机肯定要先吃了 看看我爸做的大桌菜 真好 你看看照片你都会最残的对不对 是的 是我爸自己种的火焙 B2 看起来很好吃哦 这火酱和哈密瓜的味道 哈喽哈喽 哈喽哈喽 前天跟我朋友在外面混到台湾 见到之前的老朋友就会一直聊以前的事情 最近的进化 对啊 见到老朋友就是完全停不下来的 之后我们就去做了一个足疗 按脚 还是很爽的 当时那时候已经差不多12点了 我那个朋友还要开车回广州 没有想着要录什么东西了 就很enjoy the moment 然后今天呢 我打算就是跟我妈去弄一个指甲 因为我们过年的时候一直没有空去弄 然后时间也约不到 虽然这个过年参见套 已经after过年了 但是这种指甲还是要在我回美国前做一个的 不然我感觉回国不做这个有点亏 是不是有点冷啊 看我见得凹冰 今天身上又降稳了 有点小冷哦 前段时间就可以过夏天穿短袖了 这两天又突然要穿上毛衣了 好看啊 谢谢啊 夹带 我也给你游了衣 现在要走在前面 一群人在听街头卖衣唱歌的 哇你看前面巨多人 但是那个太重了 而且没有人才用哪个 但那个质量很好 哎呀这个视频又拖的有点久 我才剪出来的 因为当时回国的时候 录的都是一些断断续续的footage 然后很难拼在一起 但是呢我又很想给自己留下一个回忆 所以最终呢还是拼音缩缩的把他们剪出来了 这次过年回国主要还是回家陪一下爸妈 然后再见一下很久没见的朋友 真的是很久没有感受到这种浓浓的气氛了 希望有机会可以经常回国过年 好吧那我这个超级无敌 delay的过年vlog就到这里啦 下个视频再见啦 拜拜 拜拜 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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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